大家好 接着上一期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了这个 怎么来这个撬茶饼 今天有一些茶友们 然后说是这个茶砖要怎么撬呢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怎样来撬茶砖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 我们是怎么样做的 因为上一期的话 有的朋友说 我们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安全 但是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的话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左手的话 不管是茶饼还是茶砖 我们首先是 左手的话是 主要是用来把它控制好茶叶 让它不要 在你撬茶叶的过程当中 不要移动 因为移动的话 就可能不太安全 所以说我们拇指 跟这个四个手指 控制好茶叶 然后我们左手的话 取这个茶针 我们茶针的方向的话呢 是在这个拇指跟食指的中间 这个位置 然后往这个方向去取茶的话 所以说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不传在说是 它会不安全的情况的 再加上我们取茶的时候 碰到比较硬的茶的时候 就像这个茶砖的话 可以说是它硬度是比较硬的 所以说我们就换着方向 就是从一个地方撬两下 然后松两下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地方 然后再撬两下 再松两下 再撬两下 再松两下 这样子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来取了 就是不用说是一个劲的 一定要从一个地方 就把它取下来 那个的话就是一个是 用力太猛的话 一个是也不安全 再加上的话 那样子对茶叶的破损 也会比较大的 我们这样子换着方向来的话 这种的话 这个茶叶取下来的话 相对来说 就完整度比较好一些 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取下来一片 比较完整的这个茶砖 取下来的 反正就是我们 不管怎么样来取 不管茶砖茶饼 不管怎么取 首先的话 我们一个是 一个是看自己的方式方法 反正我们注意安全 所以说 一个是还要一个 就是专寻这个茶叶的 它一个是调索的这个层次 我们来早转茶叶的 调索的层次的话 就取下来的茶叶的话 它稳整度这些就比较好 稳整度好的话 就是我们用来冲泡的时候的话 就是对茶叶的口感呢 这些的话 它影响就不太大 希望这几期播放的 这几个茶饼也好 茶砖也好 希望给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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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